上回书说到吴子虚在梅里吹消启石 听说梅里呢 无国设立了招仙馆 吴子虚喜出望外 打听好了方向 一个人就奔着招仙馆来了 等到了招仙馆外头这么一看 招仙馆挺大 门外头是冲天的影碑 门口是拔子的粉墙 有好几层院子 在大门的上头 有块珠红漆的木匾 匾上刻着三个大字 招仙馆 吴子虚站在门口 把销拿出来就吹上了 为什么吴子虚不进去 吴子虚可不能这么冒失 自己穿的挺破是个要饭的 再说也不能进去 说我是闲事 你们把我举荐给吴王吧 得了 还是吹销吧 我吹出个知焉人类 可能把我引荐进去 吴子虚这异群还没吹完呢 里边的人呢 就跟潮水似的拥出来 吴子虚这么一看 这些人 高矮胖瘦 丑君不一 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都有 说出来话也是南腔北调 这些人是什么人 吴子虚看可琢磨出八九成来了 这些人全都是闲事 那么闲事怎么有这么多呀 其实呢 如果设立招天馆 想着能招到 顺有才学的文士 冲锋对垒的勇士 更想招文能治国 武能安邦之人 可没想到 招了半天 是一个有能力的 也没招着 那么老招不招呢 那差不多有点能力就要吧 所以招了这些人呢 你说写字吧 也能写点 你说练吧 也能耍两下刀 可是没有多大能力 时间长了 把这打把是卖艺的 算卦的算命的 全都给弄来了 稍微有点能力的 可能就受到重用了 剩下的 就在这招贤馆里吃咸饭 养了这么一个大拨的贤人 这些人让呆着没事呢 听见吴子虚吹枭了 嘿 这枭可真好听 走走走 从外边听着听着听 啪的叫全都出来了 呦 原来是他 我认识 我告诉你 前两天我看见过他 让我跟他好好聊聊 哎 老朋友 你这肖吹多少年了 吴子虚看这些人 全都是平常之辈 亲说 你假充熟人 管我叫老朋友 我就跟你卖卖老吧 此肖吹了五十年了 哎呦 乖乖 那正可算是一只老肖了 我替你扬扬名吧 再吹一吹 吹不动了 吹不动了 呦 你吹一吹 我们好借着消音 我们也阴阴湿了 吹不动了 刚才你还吹呢 那么你不吹 你上这儿盖什么来了 请问这是什么所在 门上的摇摆 自个儿看吧 老远昏花 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哎呦 你连看那点都看不见了 我看你啊 也活不了几天了 你呀 关切磅子 告诉你 这是招仙馆 吹子虚气坏了 看不起我孩子罢了 骂我是关切磅子 我也跟你不客气 哦 原来这是吃饭馆呢 怪不得养着这么些饭桶呢 啊 你说的是什么 招仙馆哪有饭桶子 哦 你还骂我们呢 哎呦 我是招仙馆呢 哎呦 我老远昏花 听不清 也看不见了 我说 你耳朵笼 你是真的 你是假的呀 啊 哎呀 我是年老落难之人 说出话来 颠三倒四的 请中卫包含一二 既然是招仙馆 那么诸位 可得都是闲事呢 岂敢岂敢 我们都是老牌的闲事 哦 怪不得诸位 全都是一脸闲相呢 不瞒中卫 我也是想进招仙馆 不知道哪位 能够肯给我指引指引 提鞋提鞋呀 什么 哎呦 你也想进招仙馆 撒泡尿 瞧瞧你那模样 看什么呀 进招仙馆的闲事 不能指国 我能安邦 这你 你吹箱 你算什么东西 我还能无几路见他 瞧你那宝剑呢 我看都长秀了 想进招仙馆 差别远了 照这样说 众位都是文能治国 武能 安邦的高贤呢 当然当然 哦 那我请问 众位高贤 要有怎么样的武艺 才能进招仙馆呢 他他他 好 这几位全说不出来 有一个人这么一琢磨 那行 冲里边嚷上了 哎 我说我玩垮子 耍两下 让他看看 哎呀 来了来了 这王卡的出来了 哼 是个大个儿 一听那口音 就是煽动大汗 看那样 吴子西眼睛里不揉沙子 是跑江湖卖衣 大家伙 都管他叫王卡 这王卡的找出来了 他也没瞧这吴子西 直到这站一破老头 就在这影队墙底下 抄起了两块砖头 走到吴子西跟前 望着也扔了一块 手里头还拿着一块 哎 你瞧瞧 我说老朋友 要想进咱们周贤馆 你得照我这样 哎 你就能进去了 说的呢 左手拿这砖头 一举 右手对着砖头 当兵那一使劲 啪 这砖头就劈成两半 王卡的把那半块砖 往里一扔 伸手要捡这整块的砖 吴子西用手一摆 王先生 你的功夫随好 却不算金能 要打人 只能打一个人 这块砖 你就甭给批尾两半 口气不小啊你 一块砖打一个人 这块砖你试试 是一块砖有什么用处 要打 咱们得打成千上万的砖头 成千上万 你看我们那没有 你才这么说呢吧 啊 你要真能打成千上万的 你干嘛跑这要饭了呀 吴子西用手一指 你瞧 这不有成千上万的砖吗 大家伙一看 吴子西指的是这面影壁墙 王垮的这么一看 啊好好好 行了 你要真能把这影壁给打倒了 我王垮的跪地磕头 拜你为师 怎么样啊 好吧 吴子西西说我可不是为跟你置气 我是未进招先管好 面见吴王 吴子西站到了影壁墙的前头 众位 要把他全推倒了 就不好再去了 我留一半你们瞧着 大家伙全都愣了这大发 说的够可以的呀 吴子西 两膀这么一晃 把气望上一晕 伸出右手来 对着影壁墙 打完这一巴掌之后 望后一窜 防备砖头 掉下来 砸到自己的身上 这些人一看打一巴掌 刚要问的吴子西 就听嘎嘎嘎嘎 哇 尘土飞扬 砖头落地 这墙就倒了一半了 把王寡子跟这帮闲事 吓得一个个木凳口袋 摇头吐舌头 旁边看热闹的灵敏百姓 一个一个全都跳起来 喝彩声音如同雷动 别瞧这王寡子 还真浮 过来铺铜一声 跪倒在地 你是我的师父 我来王寡子 拜你为师 吴子西赶紧 把他掺起来 王贤是勤勤 我不过是侥幸推倒 何能为师 不 老英雄 无论如何 你得收我这徒弟 里边坐里边坐 哼 给王寡子这头忙 把吴子西请到里边 大厅上落座了 有人立刻七声茶来 跟着就有人到里边去请这贝黎先生 这位贝黎先生是谁 是招贤管的招贤官 时间不大 脚步升级上 有人高声寒让 贝黎先生到了 吴子西抬头望外一看 这位贝黎先生 这位贝黎先生长得身高八尺 身材很苗条 长得圆脸 白净的面皮 两道眉眉又洗又呈 迷恒一字 目若朗星 身上穿得是如服 头上戴着如巾 一部黑胡须 滋润以及胸前飘洒 吴子西一看这位贝黎先生 心说这个人也不简单 贝黎先生两只眼睛管事 他会看相 只要看你一眼 你有多大学问 他全都看得出来 你想瞒是瞒不住的 说看相 实际上看心 能猜出你心里有多少想法 所以无果不少人 不管贝黎先生叫神像 贝黎先生得宝之后来到大厅 一看吴子西 好一位老英雄 有人用手一指 老英雄 这位就是招天官贝黎先生 吴子西赶紧站起身形 身识一礼 贝先生 落难人有礼了 贝黎没说话 上下仔细光看吴子西 老英雄 随我来 贝黎先生就把吴子西 带到后边去了 大家伙全知道 这一地方除了贝黎 跟他的辛苦当差人 别人不准随便进去 王法子呢 当然也就不跟着了 吴子西跟着贝黎先生 来到屋中落座 吴子西可不知道 这位贝先生是什么意思 是好意还是恶意 我现在说实话 还是说假话呢 让他张口 我见机而行 贝黎先生看了看吴子西 请问英雄贵姓高明 吴子西一愣啊 他怎么把这老字取消了 难道说他看出我了 年岁不老 胡须一白吗 先生若问 嗯 我姓远 请问叫什么 吴 吴 员吴 贝黎先生轻轻一笑点了点头 我听人传言楚国有个王臣吴子虚 闯过昭关 逃难入吴 现在楚王派人到吴国 来面见吴王 要吴王捉拿此人 不管是死还是活 只要将此人送还楚国 楚国秦阳哥编成一座 宋明女四队 可恶女两名 作为谢礼啊 这位逃难入吴的王臣 可不叫袁国 而叫吴云呢 他叫吴云 自子虚 恐怕就是隔下你吧 哎呀 吴子虚大吃一惊啊 这位对我吴子虚是一清二楚 果不出我所料 楚国已然派人来了 让吴王捉拿于我 而现在我身在无度 眼前这位先生又认出我来了 他是要害我呢 还是要帮我呢 我插翅也能飞出吴国呀 贝黎先生说的话可是真的 吴子虚逃离正国 楚平王得到消息 他亲生儿子米剑死了 他不伤心 他担心的就是吴子虚 吴子虚跑了 还带着小孩米圣 他不踏实 楚平王马上跟金山废物纪商量好了 派人到吴国 面见吴王 你帮着我捉拿吴子虚 所以贝黎先生到现在认出吴子虚来了 而且把这些话说了 再看吴子虚低头不语 贝黎先生心说 他有疑心了 干脆我把话说破了吧 将军 你可千万不要惊慌 我姓贝 我叫贝黎 对将军全家遭害 颇感不平啊 根本没有加害将军之心 请将军也就不必瞒我了 吴子虚稍微踏实了一点 原来这位贝黎先生不想害我 先生 你怎么会知道 我是楚国王臣吴子虚呢 将军 我看 在列国当中 反长得相貌特殊的 那么各国就全都传开了 我听人传说 吴将军长的模样 今日一见是一般无二 所以才冒叫一声 哦 原来如此 实不相瞒 我就是王臣吴云 我得问你 将军 你三十几岁 为什么须发几百 说来话长 在贝黎先生面前 吴子虚就不能说假话了 就把所有的经过全都说了 贝黎先生听完了之后 命当差的白酒 陪着吴子虚在这吃饭 吴子虚吃着吃着 可就跟贝黎先生说 先生 我单身逃难 春宵起时 来到吴东北里 幸得见到先生 但不知吴王 对我吴子虚怎么样 吴子虚这意思呢 是想听一听吴王对待自己 是打算帮忙呢 还是打算帮助楚平王 捉拿自己呢 贝黎先生微微一笑 将军 你可千万不要担忧 吴王辽 而今赞成设立招宣馆 招打天下闲事 就要振兴吴国 称霸诸侯之心 向将军文武全才 吴国是早有耳闻 要依我看 吴王辽 不会加害于你 至于你的家仇嘛 吴王辽 纵然答应你出兵 可是 真正能帮助将军 出兵罚楚的 未必是吴王辽吧 吴子虚真奇怪 吴王辽既然是吴国的君王 国家大使由他做主 他如果答应帮助我报仇 还有什么不行的呢 先生 此话怎讲啊 我吴国的情况 将军 你哪知道 那还要求教先生 请先生告我 好吧 那么您就听听 我讲一讲我们吴国的事情 原来呢 这吴国国主 是个特别弱小的诸侯 老是被别的诸侯欺负 一直到了寿孟继位 寿孟决心整治图强 所以自称吴国 自立为吴王之后 吴国一天天强大了 寿孟有四个儿子 长子诸凡 次子于晋 三子一昧 四子叫晋扎 这四个人物 最闲的就是老四 文明于各国 许多诸侯有名的人物 像鲁国的孔仲尼 秦国的艳英艳品重 郑国的资产 都跟季扎是生气相同 寿孟在临死的时候 知道小儿子 记杂最嫌 想能记杂 承继自己的王位 可是记杂说什么也不干 爹呀 不能费长利诱 王位应该由我的哥哥继承 寿孟说好吧 我死之后 就要老大朱凡承继王位 那么朱凡死了之后呢 不要传给他的儿子 朱凡要传给余继 余继传给姨妹 姨妹再传给记杂 那么将来的王位是你的 就能强胜咱们五国 这哥几个还真讲义气 老大死了之后 传给老二 老二之后传给老三 老三死了之后传给老四 没想到记杂这人最咸 说什么也不肯居王 怎么办呢 老一半不错 这小一半呢 小一半可就不成了 要照老吴王的旨意 应该是长子朱凡的儿子 承继王位 没想到老三姨妹死了 姨妹的儿子王辽可不干了 他长着自己本领高大 势力大 而且有个天生的铜金铁骨的儿子 庆祭给他保驾 所以他就自称吴王 当了一国之主 那么老大的儿子激光不干呢 这君王的位子应该是我的 王辽他愣给抢了 可是没办法 激光武艺不成 没有势力 没办法 只好慢慢的准备 将来再跟王辽夺取王位吧 王辽这都激光不服 可是为了自己露个好名上 暂时呢 他也不想杀激光 表面上对激光可不错呀 为什么 因为王辽还用得着他 王辽这个人勇而无谋 激光不但能够领兵打仗 而且能够出谋划策 料理国事也少不了他 所以现在这哥俩表面上看得不错 其实王辽对待激光是虚情假意 而激光呢 是等待实际 各有各的心思 设立招宣馆是激光的主意 他劝这王辽 咱们吴国要想称雄各国 非得设立招宣馆 广招天下闲事 帮着你我才能够强盛吴国 王辽一听特别赞成 想着收些有用的人为自己效劳 激光就举荐自己的心腹贝离 来主持招宣馆 贝离就把招宣馆招来有用的 暗中全都送给激光了 让激光收起来 将来好帮着他灭王辽 把一些平常之辈 举荐给王辽 这招宣馆呢 暗含着就成了 孤子激光的招宣馆了 王辽可不知道 贝离把吴国的国情说了 我将军 你们楚国为了一个秦女 出了富裕杀子之乱 而我们吴国为了一个王位 曹婉也得兄弟相残 公子激光 李贤夏世 也有镇过兴邦之志 所以我才说将来能够帮助将军兴兵法楚的未必是吴王辽啊 吴子虚点了点头 我心里全都明白了 原来吴王辽是抢王位 激光要继承王位 这哥俩迟早要打架 而且打个你死我活 我吴子虚也真倒霉 偏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吴国求他们帮忙 现在也就盼他们暂时不打才好 不过 吴子虚光既能够礼贤下事 我吴子虚道真应该见见呢 被离看出来了 将军 我想把公子激光请来 跟将军见上一面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啊 我愿意拜见公子 来人哪 你们速去把公子激光请来 就说招千管来的一位高贤 是 一个媳妇的当差的转身刚走 这时候门外进了一当差的 启禀先生 宫中来了两个内侍 要见大夫 啊 被离怎么一听坏了 公子激光还没来 王辽的人来了 王辽的人不常来 难道说跟吴子虚有关吗 我本来不想让汪辽知道 恐怕也瞒不住了 也不能不见呢 好吧 令他们进来 时间不大 王辽手续的人就来了 那王辽能不知道吗 吴子虚的一巴掌 把半笔影笔墙都打塌了 一穿石十穿百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宫 王辽这么一听 这种太有了 我儿子庆祭本事高强 再来这么一位 两个人帮着我左膀右臂 何丑我不称霸于天下 将来再把公子激光杀了 赶紧派人去请吧 吴王辽就派两个内侍 到招宣馆去请这位闲事 两个人迈不进来 见贝离先生 贝离先生知道 这时候藏无子虚都来不及了 如果说不把吴子虚 交给两个内侍 带进宫主去见吴王辽 那就是欺君之罪 两个内侍上前十里 贝先生 吴王听说招宣馆 来了一位老英雄 特地命我们 请老英雄入宫相见 贝离这么一想 我为什么在招宣馆里 坐着不出来呢 如果我早出了一步 我一看吴子虚我就能知道吴子虚是个高明的人物 怎么能让他打着隐蔽墙 让吴王知道 现在后悔已然来不及了 只有先让他进宫 然后跟公子激光再商量办法 用手一指吴子虚 这位就是老英雄 老英雄 现在吴王特地命人请你入宫 吴子虚高兴 今天非常顺等 不但进了招宣馆 而且马上能见到吴王了 贝离刚才说了 王辽现在也爱财 他一定不会害我 如果他再肯帮我的忙 借着人马给我 让我领兵法处 把我全家之仇 我就感恩不尽了 至于吴国的王位 将来是激光的 还是王辽的 他们俩爱怎么争就怎么争 跟我吴子虚没关系 我是个外臣 我也不是吴国人 贝离赶紧吩咐当差的 打了一盆洗淋水 拿手劲给吴子虚洗了洗脸 可是吴子虚坐着不动 两个内侍这么一看 这老头都不识抬举 吴王叫我们来请他 这面子给的可以了 他赖着不走 吴子虚为什么不走 他一看 自个儿这副尊荣 披头散发 身上穿着白孔八卦衣 脚底下是通点的靴子 就这副模样 我就进宫见吴王 背离是个聪明的 看出来了 来呀 赶紧给英雄 起一身衣冠 首先人拿下了 时间不大 拿了一身宽大的衣服 帮着吴子虚 把头发理了一下 打了个发剂 周身更换 头上带着五十斤 身穿战袍 腰计挺带 足等薄点快靴 左类下 悬着七星宝剑 右类下 插得是班竹冻胶 背离先生望外送 吴子虚跟着两个内侍 出了招前馆 然后回过身来 一攻到地 给背离十个礼 背先生告辞了 吴子虚转过身形 跟两个内侍 本无往聊的宫门 背离站在 招前馆的门前 瞧着吴子虚的背影 一直到看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身背后 有马头乱临的声音 回头一看 来着十几匹马 为首之人 长得白面清绪 高美朗目 身高八尺 正是公子激光 公子激光 甩着林安下马 有人把马接过去 跟背离先生 两个人来到招前馆 背离先生 把筋骨一说 哎呀 激光可就急了 吴子虚天下奇才 被吴王刘所用 如何是好啊 公子 不用着急 您听我说 背离先生 啪到公子激光的耳头 这儿 如此正般 正般 如此妙计一条 公子激光 面带笑容 好 咱们就正办了